我最崇拜的人是谁 还是咱们的习总书记 他能够尖挑200斤 小麦走十里上路不换肩 在海外中文网络上 有一类被称为乳制品的特有网络迷音 乳制品通常为鬼畜作品 是一种用高度同步快速重复的素材 配合BGM背景音乐 像鬼一样抽搐重复的影音作品 在英文地区被称为autotom remix 他的原素材大多为政治人物 这类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力极其强悍 一个以Donna Trump为基础素材的作品 Havana的播放次数竟高达1.3亿次 当然中国的网友们也不甘落后 相继创作出了同类的作品 比如说有处处吻 再比如有美利坚你们的皇帝回来了 还有中国网民们都耳熟能详的 在大陆B站的鬼畜区 从类恶搞外国元首的鬼畜作品的数量 多达上千部之多 可见他是有多么的 深受广大中国网民的欢迎 不过相信聪明的你也一定发现了 这里边有一些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似乎少了些什么 没错在中国的网络上 我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 具有中国元素的鬼畜乳制品 比如像这一种 那么浪费了大家那么长时间做上述的铺垫呢 我只是基于美国人干的事情 我们也能干的原则 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因为下面的内容难为我 由于看中国领导人的槽点过多 延伸出了一套庞大的网络词汇体系 甚至有发展形成一类网络亚文化的趋势 广大网友给这一类现象 冠上了一个有趣的名字 被称为乳包文化 今天就来和大家盘点和梳理 乳包文化中各类专用名词的起源 谨慎起见 我还是尽量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 进行客观的整理 那么下面就开始吧 庆丰包子铺 乳包文化中的乳字 取自侮辱的乳的谐音 但所谓的乳并非是真的侮辱 而是针对一些习惯性以乳为借口 来煽动民族情感 给中国不同政见的人士 扣帽子 贴政治标签的行为的一种嘲讽 而包这个字的起源 则要从中国北京 一家经营包子草干 名叫庆丰包子铺的 中式快餐店里所发生的故事说起 在2013年12月28日中午12点20分31秒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走进了这家庆丰包子铺 他亲自排队 亲自点餐 奥得了六个二两的猪肉大松茧包子 和一盘炒干 一份祭菜 总计消费了21元 在用餐的过程中 他还亲切的和身旁的民众互动 那这则消息 很快被中国媒体大量的报道 在中国网络上疯传 主流媒体们普遍认为这凸显了习总书记清明的形象 传递出了正能量 为此还有人特地创作了一首歌曲 名为包子铺 我头进那包子铺怎么那么巧 你身后来了人一定是 他选了一份套餐 才21块钱 才21块钱 他同在排大赛呀 他自个儿买了单 他放手关着盘子 走到我这家 哎哟喂 他身材推武器 骗啊 哎哟他重逢满面 哎哟喂 包子铺 自从包子铺的事件传为佳话以后 部分的媒体就开始以调侃的口吻 用绰号习包子来称呼习总书记 更有甚的是 在2018年十九大 中国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年龄制度之后啊 一些地方甚至将习总书记和孔子老子 孟子庄子等古代圣贤齐名 再结合庆丰包子店的清明行为啊 习总书记被广大网友亲切的冠上了庆丰地的称号 而真正有趣的是有关部门 对网友给习总书记起绰号的反应 在2016年11月啊 一位留美归来的网友全平 因为穿上了印有习包子的文化衫上街 而遭到逮捕 失联长达一个月之久 2017年的7月 湖南的网民靖银军 因为发文用习包子代指习近平 被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名 而被行政拘留七天 外界普遍认为 这一次的事件是中国的官方 变相正式的定义了习包子 等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绰号 那么问题来了 直呼领导人为习包子真的构成犯罪吗 我们就先用直觉来做一个假设 我们假设张三在大庭广众之下 称呼包子店老板李四是李包子 请问你是否觉得张三构成侮辱罪 为此我咨询了身边好几个朋友 他们都说这个直觉上感觉好像算不上 不过有一位精通中国法律的朋友这么说 假设李四是一名性工作者 那么如果张三公然的称李四是李X 那么即使张三的描述是事实 他依然构成了侮辱罪 那是因为在俗诚约定的广泛认知当中 X这个词汇就是对某种职业的一种歧视性的称呼 那么界定李包子是否是张三对李四的侮辱的关键 要看包子一词是否在俗诚约定中具有歧视性的含义 那么我们再以电影《疯狂石头》举例 影片中的男主包士红的朋友的奶奶 称男主为包子 给人感觉就好像是长辈对小辈的一个昵称 观众会觉得奶奶是在侮辱男主吗 因此习包子应该和习大大一样 从其量就是一个中性的词汇 不应当构成侮辱罪 那么再来说庆丰第一词 的确他有讽刺习近平篡改宪法 想终身连任的感觉 有那么点讽刺袁世凯称帝的意味在里面 但是同样皇帝的帝这个字本身 有侮辱的成分在吗 我们常常听到中国网络上 有人自称是这个帝或者那个帝 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汽车媒体 他的名字就叫董车帝 相信没有人会拿侮辱性的词汇 来命名自己吧 那么显然啊 称呼某人为某帝是没有奇异的 另外呢 庆丰这个词的本身呢 是杜撰的一个年号 有庆祝丰收具有吉利的含义 也并非公认有歧视性的词汇 所以应当也不能构成侮辱罪 2013年6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 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 现场的记者记录下了两位超级大国的领导人 并肩而行的历史瞬间 照片一经发出 立刻激起了广大网友的创意 认为习近平和奥巴马的形象 与迪士尼动画片中小熊威尼 和跳跳虎的形象高度一致 这样亲民可爱的对比 深受两国网民的喜爱 奥巴马总统和美国的网友 对民众将他比喻成跳跳虎 这件事并不介意 那么用角尺头想象也知道 习近平本人必然不会比奥巴马小气 反倒是中国政府 火速的删除了相关的信息 让人匪夷所思 事情还没完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 走向安倍晋三 在北京iPad峰会上握手的照片 再一次被网友们联想到迪士尼动画中 威尼熊和小驴子翼尔握手的画面 同样日本首相和日本的网友 也并没有在意这样的玩笑 不过在中国的网络上 还是很快被网管删除 于是网友们开启了嘲讽模式 但是这个嘲讽的原因 并非说习近平像威尼 毕竟威尼很可爱 哪有人用可爱的东西来侮辱人 反倒是中国政府的反应和态度 让整件事情变得讽刺 于是事件被迅速的扩大 导致小熊威尼等于习近平的称呼 传遍了全世界 扑扑熊 2021年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了一则 上海迪士尼乐园 一名儿童无故殴打 身穿小熊威尼布偶装的工作人员的一则新闻 或许是因为殴打小熊威尼 这个词过于敏感 于是相关的新闻报道机构 自觉的审查将威尼熊更名为扑扑熊 又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创新 为此调皮的网友们 为习近平起了一个新的绰号 习扑扑扑扑扑熊 名字听起来其实很可爱 但是媒体自我审查的行为 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北宋时期 长州的太守田登 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一个灯字 而正月十五要点灯 犯了太守名字的机会 让写告示的人甚是为难 于是就把点灯改为防火 变成了一例放火三日 根据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的新闻传播原则 越想去掩盖它 却越是荣誉被传播 所以这个只许周关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梗 竟然被传播了一千多年 所以想必这和扑扑熊事件 大概率也会名垂千古 看来某些部门真是用心险恶 要献习大大于不义 梁家河的小学博士 2018年 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已经102岁高龄的李锐 在病床上接受采访时 这样描述习总书记 随后不少人就扒出 其实李锐的说法 并非是随口的调侃 而是有着事实的根据 习总书记当年中学还没有读完 就已经响应国家的号召 下乡插队支援农村 因此在他被特招进入 清华大学学习之前 其实际的学历的确只有小学 由于习近平的履历中 又有清华博士的学位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高考 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那小学毕业 就能够上全中国最优秀的学府清华 是不是因为习总书记 拥有红二代的背景 又成为了广大网友的一个槽点 继续考试 家里什么成分啊 贫农 行啊小伙子 你考上了 于是调皮的网友们 又给习总书记 起了一个小学博士的称号 不过有关部门的反应 大家用不着意外 我们试着用百度来搜索 小学博士一词 他已经妥妥的 成为了敏感的禁词 但实际上 习近平本人对此并不太介意 2019年2月 102岁的李锐 在北京医院逝世 在李锐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上 习近平还亲自制送了花圈 相比之下 一帮有关部门 倒是很介意 真是皇帝不及及太监 那么至于习近平 为什么不介意 又或者说 称某人为小学生 算得上是侮辱吗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知识青年下乡的那一代人 未能够获得正常的教育 这其实是一个很悲情的事情 而且即使在今天 城市里的许多农民工 城市的清洁工 甚至许多中国人的父母 爷爷奶奶辈儿 都是只有小学毕业 甚至是文盲 那么如果说 称某人是小学生 是一种侮辱 那这侮辱的 可整整是上述这一代人群 那么显然 调侃某人是小学生 不应当被构成侮辱罪 影片中小伙子所崇拜的典故 源自于2017年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部 名为总书记的初心的纪录片 其中梁家河片中 记录了习近平年轻时 在梁家河插队时的生活和工作 我那时候扛200斤麦子 十里山路我不换肩的 不过尽管是习总书记亲自口诉 对此依然有很多人表示 扛100公斤 走5公里的山路 而还不换肩 这不可能做得到 但奇怪的是 偌大的中国 14亿人 竟无一人 站出来验证这个说法 不过 很快啊 中华民国台湾省的YouTuber 贱人盖一 成为了中国史上 第一个敢于站出来 实地验证200斤的真男儿 十里山路不换肩 哇塞 在他的影片中 三个硕大的肌肉男 合力挑战习大大 最终扁蛋都挑断了 验证证明 挑200斤 走十里山路不换肩 根本没可能 那么这里问题又来了 请问 贱人盖一团队的三人 验证习大大 十里山路不换肩 他们的结论和质疑 完全是基于事实 而并非诽谤他人 他构成侮辱罪吗 那么除非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习大大 他异于常人 天生神力 可结果又被爆出 再一次习大大出访蒙古 其他的领导人 都能够拉得开 甚至一个女生 也能拉开的弓 而习大大却没有拉开 让天生神力的传闻 不攻而破 读错字 把老人赡养读成了瞻养 老人瞻养子女教育 把通商宽农 读成了通商宽衣 清官义道 通商宽衣 把精湛细腻 读成了精盛细腻 把乒乓外交 读成了冰邦外交 把狂风咒语 读成了疯狂宇宙 把金科玉律 读成了金科绿域 把遗止气使 读成了遗史气质 为此有人创作了一部 至今都没有被超越的 高质量作品 庆风化 另外眼前的网友们还发现 在习总书记发言的集词剂里 窥然不动的窥字 还被加注了拼音 窥然不动 直至付出生命 习大大还把特殊的书 读成了特出 特出形式 把混销读成了混淆 混淆黑白的做法 把歼灭读成了千灭 疫情千灭战 平信而乱 一个人偶尔读错某个字 其实很正常 如果长期的大量的读错字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洗 中国语就俗语 三人行必有我师 说习近平读错字 就要被判侮辱罪 难不成是要把习总书记的老师 也统统抓起来 为此有关部门抓人的行为 导致习总书记被嘲讽 才是真的在侮辱习近平 不是吗 习大大的书单 青年时代就 不过 习游记 马格波罗游记 左秋名 左传 我的故乡 纳楚克 道尔基 金坦加 原名级 飞鸟集 金眼级 泰克三国演义 水虎传 老子 红死 莫子 莲子 莲子 我还读过 托马斯潘 联邦党 文明 常识 索罗 惠特曼 马普温 杰克伦敦 海明威 宝人 一个海 解奥斯丁 华兹 马斯 狄根斯 猫 福尔摩斯 卡尔马斯斯 佛里克利希 恩斯 网友提出了各类质疑 比如说习近平书单中的某些书籍 在文革时期属于黄色书籍 格萨尔王这本他曾经读过的书的书名都能说错 因此而被人质疑这样也算侮辱的话 那人类的学术质疑就很难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假如我们接到了电话诈骗 无论自己多么的气愤都必须要小心翼翼的注意自己的言行 不然一不小心就构成了侮辱罪被诈骗犯反告 不小心被人举报侮辱国家领导人该怎么办 有关部门常常鼓励广大民众们 对上述侮辱国家领导人的言行 踊跃的举报 对不少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那么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法律解释 希望能够帮助到这类的朋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 这样写道 构成侮辱罪的要素之一是公然 我们举例张三在自己家里和媳妇闲聊 随口说了一句李四是李包子 结果被隔壁的王二麻子 趴墙根偷听道告诉了李四 包子一词并非属于侮辱性词汇 这是其一 其二王麻子偷听道 张三在自己家里说的话也不属于公然 侮辱罪属于自诉案件 只要李四本人不向法院提起告诉 那么自然张三的罪名就不会成立 张三也不会被受到刑事处罚 那么这么说或许有人要反对了 那你说如果李四是国家领导人 中国法律规定当中的侮辱了中国国家领导人 他就属于损害国家利益 那就属于公诉案件呢 要如何的反驳呢 在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国家 如果是民选的政治人物 即使是遭到辱骂 法院一般是不会受理 这是因为弱势对于强权的质疑和批评 讽刺属于自由言论的范畴 是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 侮辱领导人罪本身就违反了宪法 那么除非有另外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被调侃人是某位宗教的领袖 并且这个国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调侃领导人才会被追究责任 又或者这个国家是属于皇族的私权 那么你调侃皇室成员 同样也会被追究责任 请问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宗教吗 中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吗 显然都不是 那么中国这个国家属于某个团体的私产吗 当然也不能够 再者中国宪法中没有自由言论这一条吗 它也有 那么除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中国是党教合一或者党政合一 再或者中国这个国家属于某家族 某党派某人的私产侮辱领袖 才能够被成为公诉案件 因此侮辱领导人罪本身在中国 就是违宪的一条法律 然而中国的这条法律 和有关部门的一些可笑的做法 印证了这样的一句话 调侃恶搞国家领导人 其实是广大网友的一种黑色幽默 幽默是暴政最害怕的武器 那么中国政府 为什么偏偏的这么的敏感呢 我们来看看 美国的总统 对别人嘲讽时是怎么表现的 再来看看美国总统是如何自嘲 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是 另外中国的法律存在严重的双标 对于诽谤国家领导人 所导致的危害国家利益 其实也包括了诽谤外国人 外国领导人 人民检察院也应当对此提起公诉 但是我们看在B站 鬼数区的影片里 嘲笑美国中的拜登 点击率有600多万 还有嘲笑安倍读错字 更有甚者公然的侮辱安倍首相的去世 这可百分之百真的是侮辱了他人 那么我们按照侮辱国家领导人 和侮辱外国人的标准 上述这一类的鬼出影片 都可以构成损害了国家利益 满足了侮辱外国领导人 公诉案件的条件 然而这类的影片 却在网络上大行其道 中国的政府 这种严重的双标行为 印证了网络上流传的一种说法 中国三大基本法 是领导的看法 领导的想法和领导的说法 三大诉讼的原则是大案讲政治 中案讲影响小案讲关系 宪法是做给外国人看 法律又服从内部规定 内部规定服从领导指示 法治的基本状况是 严格立法 普遍违法 选择执法 那么上述啊 这位网友所总结的 中国法治的现状 完美解释了中国政府 对于侮辱国家领导人罪的 严重双标的行为 那么最后啊 我们用里根总统的一个笑话 来结束今天的话题 一个美国人和苏联人 争论谁的国家好 美国人说 在我们国家 我可以直接走进白宫 敲着总统的桌子 对他说 总统先生 我不喜欢你的治国方式 苏联说 我们也可以啊 我也可以走进克林姆林宫 走到总书记的办公室 敲着桌子 对他说 总书记先生 我不喜欢美国总统 里根的治国方式 对于乳包文化 今天的影片 还有大量的遗漏 不过据说 二十大以后啊 习近平总书记 还将继续连任 我们今后的影片 再补全吧 一位知乎里的网友 提问 在化学试验室里 要如何彻底的清洗 做试验用的 习近平 因为涉及敏感内容 遭到了删除 不少博主 因为自己的长相 有几分神是习近平 就常常遭到有关部门 删除账号 总加速师 从2020年开始 推特的社交网络上 大量的出现了 hashtag总加速师的 主题标签 总加速师一词 迅速成为了网络热词 他的创意 源自于中国第二代领导人 邓小平 总设计师的称号 隐喻和讽刺 习近平将加速中共的崩溃 另外 总加速师英文的简称 Self Acceleration Officer CIO所对应的拼音 也衍生出了 习近平的另一个网络称呼 开倒车 开历史倒车 企图堵别人的路 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